躺平的一天从美好的早餐开始 40家两人在上海的老婆小里已经躺平27个月了 上期有一次聊到出租房子是自管还是托管的问题 大家热情留言说了自己的观点 有的说你们都不工作了还不自己管房子吗 一个月多几百也是收入啊 有的说托管比较省心 房租虽然低了人也不操心了呀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对 选择从来没有最优 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正好三猫的妈妈自管出租一套房子 三猫呢是托管出租一套房子 那今天让三猫来说说自管和托管的对比 以及各自的优势点吧 大家好我是三猫 我家呢有三套老婆小 我妈自住一套 另外一套她在出租 三猫我呢住在扣扣的房子里 我的那套就出租赚点生活费 我妈呢是绝对的自管派 租客看房啦 东西坏了上门维修啦 什么的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 用她的话来说就是麻烦什么啦 自己管每个月可以多入账几百块钱来 干嘛让别人赚这个钱呢 三猫我呢是托管派 认为少拿点钱 但是可以啥事也不管 毕竟劳心劳力这种隐形成本也是成本啊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谁更适合哪种方式 我就举几个例子哈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 第一 选择小中介还是大中介 如果选择小中介出租 还是自管的比较好 说个我的亲身经历吧 有一次房子到期后 我嫌恋家待看率不高 就习惯性的把钥匙放在小中介那里 方便带客户看房 没想到一周过去了没回音 我就去店里问了 那中介支支吾吾的 钥匙也拿不出来 我有点起疑了 就去我房子外面敲门 明显里面有人就是不开门 虽然不知道他们在我房子里面干什么 但是我终于明白了为啥我妈坚持钥匙不给中介 自己陪租客上门看房的原因 但如果选择大中介的话还是选择托管 因为他们一般主推托管房源 自管房放在大中介那里 待看率那是很低的 第二 自住房离出租房的远近距离 我妈之所以一个电话就能陪租客上门看房 或者找人上门维修 归根结底就是她住在出租房对面的小区 跑来跑去既没有交通成本 人也轻松不费力 所以住得近照顾得到就可以选择自管 而扣扣家和我出租的房子单程坐地铁就要30分钟 再加上步行时间还要20分钟 小中介要看房历来都是历史三刻的 等我们跑过去 人家房客都等得不耐烦了 另外自管的房子平时也需要维修吧 找一个租客有时间 维修师傅有时间 我也赶得过去的时间很难凑得准 所以住得远 不能随叫随到的 可以考虑托管 第三 房子是否老旧 如果出租的房子比较老旧了 可以考虑自管房子 一来因为设施比较成就 导致房租价格不会很高 如果再托管 价格就会更低 二来 即使房客的破坏力再强 面对破旧的老房子 破罐子破摔 能力也会无法施展 如果设施还过得去的房子 给托管会更适合一些 一般来说 托管中介会为优质的房源寻找优质的租客 因为如果租客不靠谱 会增加他们的维修成本 而影响了整体的收益 就比如我妈出租的那套房子吧 装修了快20年了 各大电器也都老旧了 但是人家租客会觉得 价格便宜也就不那么讲究了 即使有个别房客 把我们家客厅的顶灯罩子砸坏了 我妈也没换 下一任新来的租客也不在乎 总之主打一个性价 但我出租的那套房子 装修还不到10年 电器家具都保养的不错 比起每月多几百的房租 更重要的是房子不受到破坏 能够持续稳定的收租 第四维修技术强不强 自管房子要管得好 需要一个各种维修技术 都略懂一二的人 虽然不一定是要自己动手 但至少不会被人宰 要不然隔三差五的修者修纳 一个月算下来 说不定比托管的费用还高 三猫的妈妈虽然没有维修技术 但是她的交际能力 那是一等一的好啊 有一次楼下邻居投诉 我们家浴缸漏水 本来物业都说 要把浴缸全部敲开来看 她倒是门砍进眼睛间 一把捞起浴缸地露的头发 说头发没有清理掉 那积水了吧 积了水那就容易漏水了呀 以后清理干净就好了 就这样被她倒江湖竟然逃过去了 到底后来还漏不漏水 我不清楚 但是清楚了三猫 我既没有维修技术 也没有我妈这一人的能力 我就选择托管了 我的那套房子 原本马桶里有块瓷砖破损了 容易发黑 厕所移门的玻璃 也被上一任房客敲坏了 管家一进去 就把我的马桶换了 坏掉的移门也换成新的了 这些小修小补全是免费的 唯一有个大工程 就是淋浴房漏水 管家请了工程队过去 全部敲掉 重新铺防水 贴瓷砖 工程费用一人一半 花费一千多 有合同 有两年质保 这种模式就比较适合我这种挨人 好了 关于自管和托管 就先说到这里 你觉得你是适合自管 还是托管呢 期待留言区的互动哦 那我们继续去趟了 大家下回见 大家下回见